爱会慢慢交融在你我心中 会显得多么不同 每次深情相拥就好像做一场梦 我们只听到心在跳动 我该如何形容 沐浴在这片爱的暖阳中 你我的温馨天空 也会在风雨过后遇见彩虹 心情如此的放松 已写下了沉重 当快乐充满每秒每分钟 正在双爱的驱动 让幸福遇见彩虹 心情如此的放松 已写下了沉重 这一刻从你温柔的眼中 读懂了爱的内容 当幸福再次扩散天空 会遇见彩虹 我 我 我的 那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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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叫你不相信我 你 叫你不相信我 对 叫你不相信我 打 为什么不相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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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不相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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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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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不相信我呢 为什么 别哭了 贝斯 你就少喝点吧 你说那个虚彩虹 到底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啊 我真的不知道 我当初是怎么看上她的 你有没有看到她今晚 像花蝴蝶一样 飞来飞去 一下子跟欧阳 一下子又跟王总 欧阳王总 欧阳王总 还在那边不断地骂 骂我花心难 我知道了 你就看她不顺眼了吗 不止是不顺眼 我还不顺心呢 那还不简单吧 直接把她开除了就好了 蓝蓝 我们认识了这么久 我是那种公私不分明的人吗 那是你自己说 又不顺眼又不顺心 还不是你自找的了 你这句话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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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谁啊 我也越来越不了解惺惺了 这段时间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 我熟悉的生活 感觉好像不在我的掌控里了 看着我身试着 来说明年来的 你很酷 我虽然不知 你会像大药 你越来越多了 看着我 你醒了 我睡着了 对啊 你怎么不教训我 我干嘛教训你啊 我就喜欢看你睡着的样子 想起昨天晚上 太暴力了 相比之下 还是你睡觉的时候比较可爱 昨天的我一死去 今天是重生的我 好美啊 感觉这个世界都是全新的 那你可不可以放下这个世界 重新开始 说什么呢 彩虹 我喜欢你 这新招儿没记你用过 我真的喜欢你 我第一次后悔 没有早点遇上你 如果是我先遇到你 你一定会爱上我的 每天太阳升起都是全新的一天 彩虹 能给我们彼此一个机会吗 我会等你忘记过去 和我重新开始 不过记得 不要让我等太久了 好吗 你醒了 走 马上可以吃早餐了 我给你做了爱心三明治 快去洗漱吧啊 谢谢 星星 你手机响了 你帮我接一下吧 星星 你手机响了 你帮我接一下吧 杜凡 这个为什么在你包里 我是不希望 你被过去的回忆牵绊 无论过去的真相是什么 对于现在的你 现在的我们来说 都没有任何意义 不是吗 有没有意义是我自己决定的 不是吗 可是我爱你呀 所以我不希望你痛苦 行了 我现在心情很乱 请你先回去 我 让我冷静一下 拜托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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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我不冷啊 杜帆 这么巧啊 彩虹 那我先走了 等一会儿 你的外套 本来还准备借拿外套的名义 再约你一次呢 现在没戏了 走了 毒帆 拜拜 走了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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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凤 你这衣服上什么味啊 那个我跟客户去谈判 他喜欢吃烤肉 我就跟他在烤肉店里谈的 就是那个宅男女神啊 怎么样 漂亮吗 别提了 现在珠珠美得冒泡 那可不是一般的美啊 我们还有事 老大 我们先走了 是是是 原来咱们珠珠都变成宅男女神了 媳妇 你别误会啊 我真的是和她去谈宫事啊 喂 珠珠啊 找我什么事啊 我听徐凤说 你现在简直是脱胎换骨啦 还说游戏的代言人非你莫属 我跟你好像也不是很熟吧 这种事情 你还是找我经纪人比较好 好好好 我们不谈这个 我们说点别的吧 我听说 你现在跟金宝好了 我也好久没见到她了 要不然 我们四个聚聚吧 就这么定了啊 我 我 媳妇 天涯 这一段时间不见 变化够大的呀 没有吧 没有吧 我还是这个样啊 没有咕过牙 没有瘦过身 更没有拉过双眼皮 专属原装生产 对吧 徐凤 你张嘴一说话就知道 还是你 这硬件的条件呢 是可以换 可是软件呢 好像没办法改啊 就像脾气秉性啊 再怎么装 也是装不像的 咱们事情还没谈成啊 珠珠 我们还是打开天窗 说亮话吧 你到底怎样才肯帮徐凤 我帮不帮她 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了 我呢 作为天风游戏工作室的 老板娘 我不仅要让徐凤 专心地设计游戏 而且 还要保护她 不受某些客户的刁难 你什么意思啊 我刁难徐凤了 我又没说你 你干嘛要对号入座 你 好 原来你就是这么求人的呀 我求你了吗 好吧 那我看我们今天 也没什么可聊的了 来来来来 珠珠 坐下 放手 慢慢聊 慢慢聊 好 你是担心酬精不够是吧 放心 这个我一定满足你 这些是我先送给你的礼物 我看中的根本就不是这些 我这个人啊 做什么事情都要看心情 心情好的话 怎样都可以啊 可是天影啊 我看这些 好像都已经是过级货了 似乎更适合你 因为 已经都是打折祸了 你疯了 来 来 嫂嫂 你这杯水 已经完全泼掉了我们合作的可能性 想让我做你们的代言人 别做梦了 对呀 还要祝福一下你们 希望你们的工作室 别那么快倒闭 你 我先走了 珠珠 珠珠 你等一下 你 是 奶奶您好 我是徐彩虹的同事 我叫顾欣欣 来 进来进来进来 请进请进 请进啊 来来来来 请坐请坐 真不好意思 没水 我去烧水一下啊 谢谢啊 来 你是要找彩虹是吧 她去上班去了 要不我给她打个电话 不用了奶奶 我知道她在上班 我是来专门找您的 找我 来 坐 奶奶 奶奶 我希望您能劝劝彩虹 让她马上离开我们公司 我未婚夫为人随和善良 乐于助人 如果因此让彩虹误会了 那我替我未婚夫 向彩虹道歉 你在说什么呀 你的未婚夫是谁呀 杜凡 你 你是说杜凡 是你的未婚夫 你是杜凡的未婚妻 这个臭小子 他变心也变得太快了呀 奶奶 您看您也误会了 我跟杜凡在一起十年了 我们感情很稳定 可是徐彩虹想尽办法 进入深远社稷 天天缠着杜凡 这对我跟杜凡 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奶奶 所以我希望您能劝劝她 杜凡是不可能跟她在一起的 胡说八道 我家孙女是很懂事的 她绝对不会去缠着一个 有未婚妻的男子 倒是杜凡欺骗了她 纠缠着她 你走吧 你走 我不要听你再说了 你马上滚 奶奶 我还是希望 您好好地劝劝彩虹 毕竟像她这样的条件 跟杜凡在一起 大家都心知肚明 是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结果的 不过您放心 是杜凡先提出分手的 所以我们一定会补偿彩虹 我现在就给您写支票 滚 谁要你的臭钱啊 狗爷看人低 你回去以后 好好管住你那个未婚夫 让她以后啊 别来纠缠我孙女儿 要是让我再看见她 我打断她的腿 还有你 你以后要是再敢 污蔑我们家彩虹 小心我饶不了你 奶奶 您别激动 是杜凡一直嘱咐我 让我补偿彩虹的 要不然她良心不安 您说您不收支票 那杜凡到时候 还得亲自来找您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她要是再来 我砸断她的腿 还有请你转告她 是我的孙女儿 看不上她这个人渣 才主动和她分手的 明白了吗 你走吧 走吧 走走走走 滚 奶奶 这是我的名片 您要是改变主意的话 就跟我联系 那我就先告辞了 那我就先告辞了 这个人渣 这个人渣 当初啊 她突然失踪 彩虹 多么伤心哪 我真是看错眼了 杜总 你必须诚恳地向我道歉 否则下次不要跟我合作 王总 是你非礼我的员工啊 我打你一拳算便宜你了 别不知好歹 非礼 我王金荣一声吼 会有多少女人向我自动现身 我非礼你员工 你问问她 是不是心甘情愿倒贴上来 话又说回来 你这个员工 对你也真是够忠心的 一看她就不是顽咖 竟然会了你这个老板 会做出这么大的牺牲啊 你这什么话 什么意思 我知道了 这个徐彩虹 是不是你的私人小秘啊 对呀 我们做大事业的人 就应该以利益为重 天涯何处无芳草 对称以后顺眼多了 杜总 你给我等着 我会给你好看 我期待 期待着啊 这是我律师的名片 你随时可以告我 不过在这之前 我有一件事情想要请教你 之前我去你们大厦检查 发现你们 安全通道的宽度 跟我当初设计的完全不一样 已经脱离了我当初的设计 这是怎么回事呢 你怎么会知道 我警告你 不管怎么样 离彩虹远一点 还有 我希望你严格按照设计突来施工 否则出了问题以后 我会全部找你一个人来负责 王总 喝水 你 喂 太虹 奶奶晕倒送医院了 上班时间你去哪儿 我奶奶进医院 我现在过去一趟 当做跟你请过假了啊 请假 好 奶奶进医院了 该不会有事吧 来 彩虹 医生 老太太有老年痴呆症 你们以后不能让她一个人留在家里 你看这次多危险 要是再晚个十分钟 争命可就没了 现在我们要让她留院治疗 以防止煤气中毒的病发症和后遗症 好 行了 有什么事你们就按这个灵 行 好 这样你们先去交一下费用 办一下住院手续 好的 我马上就去 谢谢你啊医生 好 谢谢 家里钱带来了吗 怎么了 盒子里的钱不见了 李大云 你怎么老毛病总改不了呢 知不知道那是家里救命的钱 天地良心 真不是我偷的 我 我从回到这个家以后 连一毛钱都没拿过 你可别冤枉我啊 我跟你说 我肯给你发誓 我要是拿了一毛钱 那你就 罚我皮肤粗糙 体型变形 那个孤独终老 不是你也不是我 也不是奶奶 那谁拿的 徐峰 徐峰 对呀 肯定是这臭小子拿的 拿完了钱他就去 他就他就挥霍去了 小峰啊 小峰 奶奶 奶奶你醒了 妈 感觉怎么样 有没有哪儿不舒服啊 彩虹你来了 嗯 我想小峰了 我想见见他 我一会儿帮您找他回来 不 我现在就要见他 去去外头找他去啊 行 我现在就把臭小子给找来 于是打我电话 好 好 妈 大云哪 我呀 现在想吃你熬的 小米粥 好 我一会儿就回去给您熬啊 我现在就想吃 你赶快回去熬去 赶快回去熬去 不是 妈 你看 这彩虹刚走 我又要再一走 就没人照顾您了就 哎呀 这医院里头啊 医生护士那么多 你还担心什么呀 你熬那小米粥啊 可好了 比什么美食都好吃 快去快去熬啊 妈妈 那我就去熬去了啊 您一会儿要有什么事啊 您就按那个铃 护士就来了啊 好 慢慢熬啊 别着急 快去 好 您好 深人设计 请问您找哪位 我找杜帆 您是哪位 我是他奶奶 来来来 彩虹姐 这些都是进口的 来 你尝一下 谢谢 我吃不惯 彩虹姐 你这别生气了 徐峰她就是怕你生气 所以她才一直不敢告诉你的 我问你们现在这算什么 我们 我们是合租创业啊 又合租又创业 你们有没有自我反省过 到底具不具备这个能力 我觉得我们能力上绝对没有问题 虽然经济上不是很宽裕 但是也还凑合吧 哑巴啦 说话 家里还好吧 奶奶的钱是不是你拿的 知不知道这是家里救命钱 万一出点什么事都指望她 你知道吗 这钱又不是我拿的 是奶奶给我的 再说了 能出什么事 能出什么事 奶奶住院算不算大事 什么 奶奶住院了 对 拜你所赐还没好事 行了 我不想追究了 赶紧把她撤了 给我回家 这样不行啊 怎么办 是不是得找谁过来帮忙啊 我有办法 喂 朱朱吗 你赶快过来吧 徐峰她出大事了 她跟彩虹姐吵起来了 马上就要打起来了 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我要创业 不闯出一番事业 我是绝对不会回家的 彩虹姐 你就相信徐峰吧 她这次一定会成功的 我相信你 天颖 这是我们家里自己的事 我的弟弟我来教 不是姐 你怎么这么跟天颖说话呢 她也是为了我好吗 再说 我也跟你讲吧 不闯出一番事业 我是绝对不会回家的 行 那你也知道家里的处境 如果家里有几十万 几百万我随便你怎么挥霍 家里就那么点钱 奶奶住院费还欠着 你知道吗 你说来说去不就是为了点钱吗 你放心 我会想办法搞定的 搞得定你还回家来通吗 什么叫偷啊 什么都别说了 跟我回家 不回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 到底回不回家 姐 我已经是成年人了 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会做主 我不需要你这个简阳 再对我指手画脚的 我支持你 我支持你 长出息了啊 彩虹姐 您先别生气嘛 是啊 彩虹姐 你先消消气 徐峰这次真的不一样了 而且我们的工作室已经有眉目了 我彭东东如果说半句假话 天打五六红 是不是铁头 对对对 我们会帮你看着徐峰的 绝对不会让他犯错误 对对对 彩虹姐 竹竹 竹竹 你怎么来了 好久不见 简直换了一个人啊 彩虹姐 我知道 你生徐峰的气 不过这次她是认真的 她真的没有再胡闹了 是吗 是 而且 现在已经有游戏的投资人 看上徐峰的创意了 我呢 也决定当徐峰游戏的原型了 真的吗 竹竹 太好了 我们这次一定成功 对对对对 我们跟着老大准没错 彩虹姐 你就再给峰子一点时间 让她闯闯试试吗 算了 这事我也没空管 我要去医院了 好 路上注意安全 路上注意安全 彩虹姐 拜拜 竹竹 是竹竹 看什么看 没见过美女啊 不知道女人善变吗 奶奶 找我什么事啊 姓杜达 这是我们彩虹给你的分手补偿 你以后不要再去纠缠她 记住 是我们彩虹看不上你 你看你 三角眼 酷刮脸 酷刮脸 哎哟 哎哟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哎 做梦去吧 我们家的孙女婿 得要 财貌 财 财 品德 家事 人脉 样样都行 你看你 你自己那个模样 你还在这干什么 你还不走啊 你还不走啊 奶奶 你走啊你 老太太 老太太 该吃药了 给 好 我困了 快 霍 운동 你给我来医院 现在 馬上 立刻 奶奶 老太太刚刚吃了安神药 现在要好好休息 让身体建能慢慢恢复过来 你千万别吵醒她 对了 这是老太太的东西 刚刚掉地上了 老太太有老年痴呆症 这里不比家里 东西你们要替她收好 万一少了什么东西 再想找回来可就难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彩虹怀孕后 我一直很担心她将来怎么办 现在终于找到有人可以照顾她了 我这颗心哪 总算是放下了 那天杜凡没有出现 彩虹好难过呀 这个臭小子 为什么就不要彩虹了呢 可是那个徐彩虹啊 真的不简单 一句话就是眼睛那个高尔 他把所有的男人都耍得团团转 你后来也发现了这一点 想要跟他去一刀两断 没想到在路上发生了车祸 更可气的是 他知道你出车祸以后就不闻不问 转身就去找有钱的金主去了 这简直是罗生门 真相到底是怎样的 来 尝尝我的手艺 你是不是去找过彩虹的奶奶 对 我去找过 我去找过 为什么 之前话啦啦告诉我 你跟徐彩虹有一段过去 就是你失去的那段记忆 我自私 我爱你 所以我不想让他靠近你 我也不希望你恢复记忆 虽然你口口声声说 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吧 但你总是因为徐彩虹推开我 所以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所以呢 你就去威胁人家 没有 我真的没有 我去找他家人 就是希望他家人能劝他辞职 杜帆 我这么做 都是因为我害怕失去你 我不能没有你 醒了 奶奶醒啦 嗯 刚才有没有人来找我呀 有吗 没有吧 没有啊 没有啊 护士啊 我刚才睡着了 有没有人来找过我 高高的个儿 长长的腿 哦 您孙子吧 来过 不过看您在休息就走了 哦 那这药给您放在这儿 记得吃啊 哎哎哎 小枫 怎么可能是徐丰 我刚才才跟他大吵一架呢 来 奶奶 吃块苹果 奶奶您说 是谁要来找您啊 嗯 我说出来 你别生气啊 我不生气 您说 杜帆 你找他干嘛 嗯 你不知道啊 那天他那个女朋友到咱们家 都打到咱们家来了 可嚣张了 那话说的呀 可难听了 怕我气死了 哎 我一定要把那个小子叫过来 骂他一顿不可 哎 彩虹 你怎么还跟杜帆那个渣男联系啊 啊 你看看我 跟那个臭导演 根本就不来往了啊 你怎么还犯这么低低的错误啊 你心别打岔 哦 奶奶 嗯 你说是不是想让我担心死啊 就为了这么点破事 把自己气成这样 连煤气都忘关了 哎呀 我这不是 心疼我的孙女吗 谁让她骗你呢 总之我以后再看见那个杜帆哪 我饶不了她 奶奶你就别为我的事情操心了 我跟杜帆已经半冒钱关系都没有了 眼下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把身体养好乖乖的 听到吗 就是 我们新时代的女性啊 就特别坚强啊 对待像杜帆这样的渣男 那绝不能心慈手软 哎 刚才你好像 是不是说跟小枫吵架了 哎 小枫是不是跟你承认了 那个钱匣子里的钱是他拿的 嘴硬得很死不承认 哎呀 你们说什么呢 那钱匣子里的钱哪 是我给他的 不是他偷的 彩虹啊 你看我说你什么好啊 哎 哎 你以后对我们家那个小枫啊 你是不是多关心着点 多鼓励他点 你别老冤枉他呀 反正他拿了您的钱 又不告诉我们 就是他不对 哎呦 真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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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接个电话啊 嗯 嗯 我接个电话啊 嗯 嗯 喂 陈总 第一笔款已经打到了是吧 哎 好 我马上去查收 嗯 行行 和作业愉快 再见 耶 天面饭 耶 耶 我跟你们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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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词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你的心我不必过分地解读 我只愿静静地融入 想说的话语在心中欺负 我只为爱付出 对你深深呵护 为爱付出 因为我在乎 那未来的路途 如果在一起那该多幸福 是我最深的感触 我只为爱付出 对你深深呵护 为爱付出 因为我在乎 那未来的路途 如果在一起那该多幸福 是我最深的感触 真的不能在一起 跟赞同用 我只为爱付出 对你深深最深的感受 我只为爱付出 太诚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